2022年日元的历史性贬值 哪里才是终点 大家好 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心理中文部总经理 奥斯顶成 就在本周 10月18日 日元一路暴跌创下新低 目前市场还看不到任何的拐头痕迹 日元的空头仍然占其主导 那何时才是终点呢 面对日元的暴力的贬值 上个月22日 日本邀行曾经干预过一次 当天日元对美元便升值了500个基点 但隔天每跌一个嘴巴 每日便从100市一路滑落了 现在的1美元对149的低点 日本央行行长黑年东燕 在上周的华盛顿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重申了货币宽松的政策 并认同美联储加息抗冬仗的做法 而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日元 被市场认为继续抗空的政策指导 日元为何表现的如此的拉矿 个人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 日本的经济弱势复苏的态势 根据日本内阁公布的最新数据 一二季度日本实际GDP的增速 折连率分别为0.1%和3.5% 整体增速有所回短 但增长力度仍不及预期 而其中对外就餐和酒店住宿的服务业回短 占日本经济二分之以上的个人消费 环比增长了1.2% 这也与期待的报复式反弹有较大的差距 企业设备投资环比增长2% 对于上季度负1%的环比增速 有明显的提升 那么政府和公共投资的公务环比 需求了增长了0.7% 但是外需对于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长非常弱 能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保持高位 日本的进口大幅增长抵消了出口的增长 所以仅对GDP贡献0.1%增长点 那么第二就是疫情的反弹 导致消费和生产成压 日本的第七波疫情来势汹汹 累计报告确认感染人数自7月14日以来 超过1000万以后 到了9月中旬就增至2000万人 不到两个月总感染人数翻番 连续8周 新增感染人数居全世界第一 虽然日本政府也没有针对疫情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 但疫情中压之下 不少消费者也减少了外出消费和经济活动 8月份日本综合PMI 由上月的50.2降至49.4 2月份以来首次收缩 服务业的PMI降至49.5 3月份首次收缩 那么在原材料和能源成本持续上涨 以及全球市场需求疲软的压力下 日本的工业活动产出和新订单的加速下滑 8月日本制造业PMI为51 低于7月的52.1 也是自去年以来 1月以来最慢的扩张速度 那么根据市营部门的新订单数量 6个月来的首次出现下滑 未来日本经济活跃度可能进一步下滑 那么第三也是日元暴跌最主要的原因 日本央行继续推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刺激经济复苏 直至实现可持续的工资增长和物价上涨 今年在7月 日本央行还维持着短期利率是负0.1的水平 并通过购买长期的国债 使长期利率维持在零附近 日元成为全球唯一的负利率货币 随着美领土不断强势且快速的加息 每日的货币政策分歧越来越大 投资者加大的卖出日元 买入美元等高息货币的套利交易 导致2022年以来日元汇率暴跌 美国欧元以及英国国债利率的上升较明显 以9月14号为例 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 分别为3.11% 1.79%和3.21% 较二级路末分别提高了43 29和43个基点 而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仅为0.03% 较二级路末也仅提高了0.03个百分点 就是这样的收益率确实也难比买手 日元也就无人问津 日元贬值也加剧了日本经济萎缩的幅度 预计2022年 全年以美元计价的民营GDP 将在30年首次低于4万亿美元 以德国持平 工资也将倒退回30年前 以美元计价的平均工资将以韩国持平 日本市场对于外籍劳动者和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大幅下降 今年全球美元流动性出现历史性逆转 已成为新兴市场货币的危机 有英镑最近的前车之鉴 日本当局当然会对会市的表现抱有更多的期待 那何时将会尽情动手干预呢 彼者认为最重要的关注两个位置 第一个就是每日的150的会价 这是一个市场的心理关口 也是会直接影响到日元价值回归的一个心理价格 第二就是32年前日元的低点160 这是1985年广场协议后 美元从创进度的低点恢复到了高点 也被市场密切关注 认为这是决定美元长期趋势的一个重要节点 在注意这两个关键价格节点的同时呢 要密切留意美元近期的转向风险 而这其中欧元已经开始出现止跌的迹象 一旦产生美元对日元的回归交易 那么每日的回撤呢 将是比较狂烈的 并且日本央行势必也会趁机的 猛烈的干预收割一步空头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